国内疫情来关心 今天我国本土个案新增104例 死亡个案新增了24例 就连高雄市也疫情再起 指挥官陈时中解释 主要还是跟群聚事件关系较大 而非端午廉价的后遗症 不过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璧分析 我国还是要做好迎战下一波疫情的准备 从日本的疫情曲线推估 大概四个月会有一波疫情 我国的下一波很可能落在今年10月 强调现阶段一定要赶快打疫苗 台湾本土疫情出现小幅升温 继前两天降到两位数后 23号新增个案再度破百例 主要集中在双北地区 就连高雄市也疫情再起 还有24人因为染疫死亡 眼看新增确诊跟死亡个案都明显增加 让人质疑难道是端午廉价的后遗症 隔了一个多礼拜才反映出来吗 我不认为这样以这样的案例 说是端之一个 因为大型的流动而产生的后遗症 我认为关系相对的低 那跟相关的一些群聚的事件 那可能是关系会比较大 评估各案虽然略增 但整体而言还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但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势必分析 现阶段还不能高兴的太早 因为从临近的日本去年以来爆发四波疫情来看 两波疫情之间大概有四到五个月 其他像是香港跟南韩也都类似 推估台湾的下一波疫情很有可能就落在十月 强调决定关键还是落在疫苗 有八成的机会一定会有下一波 特别是假如我们的疫苗打得不够高的话 多半的国家就是反反复复的 可以真的清零的国家 凤毛麟角应该要好好把疫苗打起来 我们有这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要好好利用 大家都会有某一种程度的一个预测 那当然我们都是戒身恐惧 步一步把它做好 但国内目前的疫苗涵盖率 大约只有7% 让专家游行恐怕还是要拉高到三四成 疫情才比较好控制 对此主委官才是中回应 只要两成就会有效果 但要如何催打 确保高危险群都能够尽速接种 也是接下来的挑战 就请稍等听播的哦